所谓的饼干阳性都是我们经常做的 筛查的时候出现了一项饼型肝炎抗体阳性 饼型肝炎抗体阳性 它的演化过程 我们过去认为饼干抗体阳性 百分之百的都是饼型肝炎患者 但是今天在我们中国 我们认为有25%左右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 那在西方国家或者说在欧美国家 他们的治愈率更高一些 所以饼干感染以后 明确的感染以后 我们治疗的时间一般要说在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以后才开始治疗 也就是说他在这两三个月以内有可能会治愈的 所以饼型肝炎抗体阳性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并不是饼型肝炎患者 但是绝大部分应该有75%或者80%的人仍然是只要发现了饼干抗体阳性 我们认为他还是饼干患者 一定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来确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